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周一3月8日开盘下跌 因美国参议院通过1.9万亿美元的新冠救济方案提振债券收益率 令估值丰厚的科技股承压并引发通胀担忧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开盘时下跌15.9点至12904.264点跌幅0.12%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涨15.9点0.05% 至31512.15点 标普500指数开盘时涨2.4点0.06%至3844.39点